你終於在專輯當中佔了幾乎一半的歌曲 是屬於自己的創作 那心情怎麼樣 心情很開心 因為有很多的樂迷他們都很驚訝 然後也很喜歡我的創作 我也很期待之後有更好的一些不同的音樂上面的佩服 因為之前就是前幾年都很努力在寫歌 可是呢 因為唱片公司每次在試聽的時候都會給你打嗆 對啊 那時候有沒有覺得有灰心的感覺嗎 怎麼堅持過來 灰心一定會有的 但是我一直很堅持的想要做我自己想要做的音樂類型 那當然就是因為第四張專輯它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張專輯 所以我決定的就是用我的創作去感動 跟它傳遞我想要表達的音樂的元素這樣 OK 所以這是因為我覺得和志祥的創作呢 有非常多類型 那包括說其實其中一首呢 就是有這個談語的成分在當中的 對 米南語 對 我覺得那個非常好玩 而且聽一唱米南語然後再加華語整個呈現的感覺 我覺得很有自己的一個特色在當中 對啊 我覺得就是不同的音樂的音樂感覺很大多啊 所以自己有沒有想接下來想挑戰一個怎麼樣的曲風呢 因為之前會挑戰我本來就是電子啊或者是HATOP啊對不對 泰國曲風 泰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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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什麼條 你覺得泰國發展 好強 因為是他們有去消費對不對 對對對 因為有人說我是泰國人 真的嗎 真的嗎 對啊 人妖 哈哈 誰敢這樣說 把他抓出來 我們很開心的 為什麼 什麼 漂亮的 漂亮的意思 OK OK 好的 那當然就是來到第十張專輯 那接下來有沒有一些大的策劃說會慶祝一番呢 包括說可能演唱會啊 還是有一些怎樣的一些跟SFC的這個慶功Party啊等等 我覺得明天就是一個很好的一個Party 因為明天也算是提早的跨年 對 我覺得應該在準備要跨2014年的時候 我可以再想跟大家見面的感覺 然後表演給大家看 我覺得這是一個蠻好的一個Party 在明天 對對對 所以大家記得去JB看喔 對對對 太棒了一場演唱會 那當然呢 其實 另外一個我想知道 因為大家發覺嗎 我們現在都有五位 你知道嗎 這一次羅志祥的MP當中 就找了兩位美女 男演的 那我想問一下 這就是羅志祥你之前精心策劃的呢 因為第十張專輯了嗎 清除一下你這些福利 所以找了書籍 還有孫家人 是不是這樣 還有阿桑 阿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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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桑也是美女 OK 對對對 他們三位都很漂亮 你要我選擇什麼 妹妹是不是給自己一個福利 福利 福利 對 因為他們都有親親 他們都有什麼 親到我 都有親到你 對對對 所以 家人沒有 OK 對 那其實你有想太年輕一下嗎 沒有耶 但是他們都是主動的 你會發現 MV都是主動比較多 所以大家懂 羅志祥比較喜歡主動的女生喔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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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來這時間呢 我想羅志祥能不能用這個 因為這是專輯要試試我 太大了 用這個 口吼的方式 來給我們馬來西亞的粉絲 一些愛意的表現 可以嗎 我覺得 因為今天的訪問 常常聽到很多 對於馬來西亞的歌迷的印象是什麼 對 其實比較熟的 Fans他們都比較熱情 其他的好像比較害羞 對 會讓我有點嚇一跳的 可是我認知的SFC馬來西亞的 應該還蠻熱情的對不對 對 就是有一些 可能其他的朋友 就會比較害羞 OK 就會用 害羞的笑容看著你而已 他不像別的地方 知道嗎 OK 所以 聽到了嗎 來現場每一位 給我一個追到的精彩 OK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馬上進行的就是這個 紀念品的移交儀式喔 我們馬上呢 要有請邏輝強呢 幫我們送上這個紀念品呢 給我們的主要的單位 首先我們有請 我們有 我們有